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据自由亚洲台的报道 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将于美国东部时间9月26日晚8点 发布与中国人民对话系列视频的第二部 蓬佩奥在视频中将针对中方批评美国种族问题做出公开回应 关注本频道将在第一时间同步该视频的更新内容 在第二集内容中蓬佩奥希望通过与中国人民对话 澄清并强调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巨居 包容性强大的国家 美国的立国精神就是基于人人平等的原则 而也正有见于此 许多中国人希望移民美国生活和学习 蓬佩奥将针对中共当局试图利用种族问题分裂美国 混淆视听 并借此向全世界撒谎的行径予以抨击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目前担任哈德逊研究所 中国中心的咨询委员会主席 他在9月13日发布的首部视频中表示 发布与中国人民对话系列视频的原因 就是直接与中国人民谈论美中关系 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 蓬佩奥指出 中国共产党自称代表中国以及中华文明 但就连共产党自己都知道这是谎言 因为如果中国政府真心认为自己代表中国人民 北京就不会花费比国防开支更高的预算来镇压和监控人民 同时 蓬佩奥还表示 美中关系以往通常呈现多变化形式 但除了政府与政府间官方的交流之外 更重要的则应是美国与中国人民的对话 因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本频道将在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正式发布上述第二部 与中国人民对话系列视频后 同步到频道中 同时对于视频内容做出解析 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相关视频的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